目前就读国立台湾师范大学体育系二年级的吴亦成 是去年全大运木球项目个人公开组的第二名 今年他担任队长一职 在寒假一开始便带着球队到102年全大运的比赛地点 宜兰做特训 今年去宜兰寒训的目的就是 要增强102年宜兰全大运的战力 就是去宜兰练习就跟在台北其实差不多 就是长杆工门修正 就可能长杆一个小时 工门一个小时 然后修正一个小时 就结束了 因为换了球杆还在适应 因此寒训回来后 他并没有间断练习 且去年中旬后 他就陷入了所谓的低潮期 但他能充满自信乐观面对 现在的状况就是 就是打球的状况并没有很好 然后就是从去年的七八月开始就这样 然后打大比赛就是都不会进决赛 今年我要先把去年的第一名先拉下来 然后其实要注意的选手其实很多 因为大家就是看场地啊 假如说凹凸不平就看运气 希望在全大运之前 他能够突破自我 在全大运中再以黑马之之 夺得好成绩 记者蔡宏安 李怡婷 台北报导